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是2020年2月24日 星期一的早上時間 這裡有我台灣的許留山 還有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馬來西亞的馬來勁 大家好 好 希望大家Like這段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訂閱這個《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正向報》《曬冷氣》兩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了 好多謝大家 好 再繼續回來這個23條的問題 我們都做了兩節了 一節就講一下我們本台立場 或者我們的看法究竟是怎樣 就是覺得對於現在坊間所說的這個 例如好像賀議員在搞這個簽名運動 或者不同的人在講的論調究竟是怎樣 我們講了我們的看法是怎樣 也都有一節是回應了聽眾的問題 好了 社長看完這兩節的評語 或者有些感想或者再有些看法都想補一補票 有請社長 補一補票 我都不知道 我其實看到整件事很有趣 就是現在眼前其實有更加重要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第一件事就是 當然是現在那個病毒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經濟 現在經濟是很嚴重的 就是看到整個情況是很不樂觀的 就是看到那個經濟 有些人就覺得 哎呀 反正這個情況不可以再差了 不如立了23條就試試它 是不是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其實到現在今時今日呢 都是有零星 就是香港的 都是有零星那些黑暴搞事那些事件的 是 是 有些人就會這樣看 覺得呢 都是怕了 都是有那幫黑暴會繼續出來的 那所以你不如一招了 用這個23條呢 先阻截這幫人 尤其是還有這個泛暴派的議員 都很怕他們會死灰復燃 所以會有這個這樣的呼聲 都是尷尬的 還有啦 好像現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都相當之多 一些泛暴派的議員出來 就是講一些都不是人的人話 也都可能會促使到有些市民 會覺得 喂 是不是立了23條呢 就會好很多啊 例如好像郭家麒 講一些很不負責任的說話 例如我看到一些都假的消息 就當成是真的消息 這樣講出來 也都有 所有的人 對於覺得是23條 是可以將這些所有的禁止 就是這麼簡單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其實如果你說郭家麒那些言論 可以禁止的 你說林鄭是最大黃絲的那些言論 是不是會有追溯時間性呢 就是是不是要追溯過去六個月的事情呢 或者甚至是七八個月呢 現在其實說真的 你看看整件事很奇怪 就是有些事情我是很不明白的 這次其實何議員做現在這件事呢 他其實有一件事 我是真正的去看他一些論述 他的講法是 他是認定了他九月會輸的 就是建制派九月是會輸的 他說他自己不 是的 他說他自己不介意輸了 立法會的議席都要推23條 但是其實有些網友都PM了我 其實都說 其實香港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本錢再賭下去呢 賭一局呢 是不是真的有呢 因為現在 你說 如果何議員他這樣說 是 聽起來是好像很 好像很壯 是的 就是要去入刀山那種悲壯的感覺 是這樣的 就是你會覺得 哇厲害啊 拋頭爐灑熱 連自己的議席都不要 都要立23條去阻截了 如果將來有機會會發生那個問題 還是怎樣 其實 我都在今早的節目都講過了 不是不立23條 只不過是 那個時機對不對呢 會不會被這一幫 你會覺得可能會輸 所以還是怎樣 現在用23條去阻止那幫泛部派去 得到這個議席的可能性 你可以這樣想 不過反過來 算了 他們會不會利用到這個 立23條這個火城風勢 去做到他們想做的事情呢 大家在之前的叫做 胡志偉啊 在逃緊身啊 自己自己又自創一個 什麼 逃犯修情條例的會議出來的 大家看不記得 是啊 由那個位都可以大起到一次 這樣叫做 暴動出來了 不難保的 不難保你搞23條的時候 又重演了類似 胡志偉啊 又說什麼 不要做千古罪人啊 又說什麼 香港沒有了 又重演了這一套出來 他們夠膽死的 我覺得是 但是有人會駁斥你 有人會駁斥你 路去 其實有些網友都是 我覺得是 他們的心未必是 不錯的 我要先說一說 他就說 我們說不適合時機 那什麼時候才是適合的時機 什麼時候才是適合的時機 有很多網友都是這樣說 如果你不適合時機 那什麼時候才是適合的時機 其實我想回答那些人 其實就是 現在過去八個月 正常香港人生活有幾艱苦 大家不知道是吧 很想回復正常啊 其實我也是啊 很累啊 其實 有很多網友 在做什麼 就是每天都帶幾份表 給一些未登記做選民的人去填 那其實上次區議會 都是輸一點點 如果你數回那些票數 其實得票是五成五 比四成五 為什麼要講到自己會輸完 為什麼到了這一刻 不是去 就是去努力去看 去針對性 去看一下他們那邊的人做什麼 我們做一個應對 而是 一個跳躍邏輯 我現在是不是都要搞23條 去到最極致 就是去搞這一件事 那當然有人說 喂 現在一定是駱先生叫何君堯去做的 那有些人是這樣看的 那我覺得 不知道啊 我真的沒有消息 但是 就是 不像 就是我可以這樣說 不像是這樣的 還有 就是如果我是駱先生 就是我不是 就是我是駱先生的話 你 當是一個民意調查 沒有所謂的 就是都要看一下你究竟 實際上你是有多少人支持這件事 如果 實際上可能得 很少人支持的話 那就很嚴重了 其實 再看一下有些聽眾 在我們今天回應23條的留言 下面這裡再留言 有些聽眾都覺得 都有他的角度 好像Jason Lee這樣說 他說他支持立23條 不過但是一個反蒙面法 已經是非常困難 如果去一個立23條的話 大家就要有一定心理準備了 是嗎 是啊 你看一下 就是現在整件事 其實連反蒙面法都搞到一鑊足 有很多人是不怕法例的 現在他們那些黑暴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 你立了23條 那個 就是亂局就會停止 或者有阻嚇力去阻嚇一幫人 其實我認為你是沒有看清楚 過去六七個月的事實 過去六七個月的事實就是 就是你立任何法都是有人不受 都是要警察去止暴滯亂 整件事就是這樣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急 就是要覺得現在應該要盡快處理 但是 23條真的會令到警察的工作容易了嗎 不會 不會 整件事 我的看法很實用 很難 就是因為你控告別人也是控告他暴動行為 有法例可以控告他暴動 那你其實那個23條是制止些什麼 那你制止 譬如說制止些人勾結外國勢力 那是不是真的制止到呢 如果 現在 你都明知道黃之鋒那些是勾結外國勢力的 是不是 他契媽就在美國 是不是 那如果你立了23條 我問你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抓到黃之鋒 然後不讓他再做這些行為 其實我不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到現在 如果那個法例是寫得這麼嚴 可以做得到的 那 那 反過來 好像我們第一節說 那 你 現在不斷罵林鄭那些人 就天覆國家政權罪 都入硬了 就是 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寫到那些法例是這麼 鬆的話 就是很容易就入到罪的話 那很多東西都可以入到罪 嗯 是不是 就是整件事是這樣 你如果寫得很緊的話 就是那個門檻很高的 那 那又是實際上沒有用 是不是 嗯 還有 其實大家看回 剛才在社長提起這個叫做暴動罪 喂 十年 十年了 衝入立法會 多少年了 想一下媽媽 都很多人不怕 就是那幫暴徒 很多都不怕 都照衝進去 照做 是吧 汽油彈 放火 炸彈 真的什麼都齊 拿刀 就是 就是 23條 能不能夠真的會制止到這幫人 還是 被制造 反過來 制造了一個機會 給那幫犯暴派 繼續可以利用到 這一幫人呢 因為23條 又出回來 再做 令到整個社會又再繼續受到破壞呢 就是 有聽眾都說 喂 香港還受不受得起 多一次這樣的衝擊呢 再一次呢 大家 其實今天在台灣 都看新聞 都有說過 反送中再加上這個疫情的問題 令到香港 簡直已經是一個重創 如果反送中加疫情再加23條 加起來可不可以呢 整件事 我覺得啦 就是23條 我認為 始終都是認為 你立是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立的 但是 一定要 就是 做整個社會共識出來才行 是 那個把握呢 一定要是很高 我覺得起碼要有 就是你要那幫犯暴派 應該是 搞不到什麼發生出來的 這樣呢 你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完立法會的 就是有些聽眾問 喂 那什麼時候立啊 就是如果你問我 我起碼呢 我都要看完立法會的選舉之後 那個議席去拿成怎樣 嗯 才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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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有些情況其實 什麼是立的時機呢 其實 有些事情是不急的 已經拖了二十幾年 其實整件事 那你 其實 我認為 如果國家繼續發展得好的 就是大家 那個經濟啊 各方面 而絕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要和內地 是有一個更加深入的交流 譬如去賺食 舉個例子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是可以很容易就立到 到那個時間 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立 現實就是 如果每個人都要上去 那你立來做什麼 沒有意思都變成了 那執法可以在內地做 如果每個人都要上去 有交流 或者要做事的話 你用不需要在香港 罵這些法例呢 也都是沒有必要 其實 整件事是很 很離奇的 就是這件事 你立法引起的爭議 對香港的衝擊 你遠遠是大過 你隨便拖著它 其實已經拖了很久了 應該做的 這件事我認為應該做 但是長時間都沒有做 那為什麼會這樣 03年到現在 就是 整天都會有人拿出來說的 但是實際上 每次都是做不到 都拿出來說 已經引起很多社會問題 但是拿出來說 已經有社會問題 不如這樣 又講一下 看了一個聽眾的意見 叫做Rose Tang 他就說 我以前都不強求要立23條的 但是經過了這大半年的暴亂 政府不能平亂 保護不了我 我的生活在這個惶恐之中 所以我希望23條可以幫到他 就是他自己 那有一個 Mai Chen就說 我不懂政治 只是想安居樂業 有一個也是 也說都是想安居樂業 有一個就說 認同 Angel Chen就說 認同 起碼智諸死地而後生 有一線生機 我都明白的 有些聽眾 或者有些比較上 可能未必 對於這個 香港的政治環境 參與得這麼高的 或者了解得這麼深入的聽眾 也好 或者市民也好 他們可能會覺得 23條就是可以幫到他們 可以解決到 之後 立23條之後 明天 就不會再有這些 暴徒出來 剛才我們都說了 是不是一條法例 就可以令到暴徒不出來呢 還是可以禁 如果你給我看下去 最多都是 某一些言論 可能未必可以禁擊 你說可不可以 被你犯暴派利用到 又再出來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極大的 是啊 還有其實他們都不怕的 他們恢復美國旗 那些人 其實說真的 你有沒有23條 他都不怕的 你有23條 他就再恢復更厲害 我覺得其實 之後 如果你立了23條 他們再恢復更厲害 那時候 你處理不了他們 就更加養衰 整件事 根本都沒有想過 整個盤棋 長時間是怎樣捉 譬如說 講一講何議員那種看法 他覺得 下一屆 譬如建制派會大敗的 就是立法會選舉 那如果他覺得 立法會選舉會大敗的 那他現在搞了23條 下一屆都可以 推倒重來 那搞來做什麼 是不是 就是 我是講實效的人 就是我是看這個實效 一些沒有實效的事情 那做來做什麼 你可以凝聚 沒錯你可以凝聚一個共識 就是 你可以用民意調查 來凝聚一個共識 但是 你不單止在凝聚自己的共識 也凝聚對家的共識 你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你也是凝聚對方的共識 其實整件事 你現在說要團結 不是駱先生說團結 都不是純粹說團結 就是藍營的人 其實駱先生說團結 是團結了全部香港人 搞定了現在眼前的問題先 經濟都快要崩潰 飯都沒有得開 你還說說 你覺得 如果覺得飯都沒有得開 納條23條可以令你安居樂業的 我覺得好像 好像未免簡單了一點 是的 就是想著吃豬紅就可以立刻 某種狀態 是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的 大家如果要留意一些新聞 或者經濟出現的情況 甚至乎 說匯豐幾年之內要炒幾萬人 震撼彈 今天在台灣看新聞的時候 國泰 斷萬人 那個叫做 上班的問題 也都有 好像不知道要他們 翻小一點 有無身家還是怎樣 斷萬人 經濟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了 現在究竟是經濟最需要去幫助 還是所謂的叫做止暴制亂呢 暫時這幫暴徒 都已經沒有什麼機會讓他們出來 讓大家覺得 有一個聽眾叫Kitty Leung 也可以說一下他的看法是怎樣的 他都說支持我們的講法 我不是只是說 因為支持我們的講法 我才讀他的留言出來 我看他的論點究竟是怎樣的 立亞三條是對的 但是絕對不是現在 現在首先做的是止暴制亂 令到民生可以紓困 經濟回復正常 才可以拿得到這個民望 現在硬去推23條 只會繼續被一幫政棍 亂去吹捧這一幫黑暴 令香港走向這個萬劫不復之地 好了 講到這個叫做止暴制亂 剛才也剛剛說了 這幫暴徒暫時都沒有什麼機會 被他們出來搞笑 如果有聽我們望向編輯部的節目 我印象中好像放在正向那邊的 現在有一些他們所謂的手足 還是怎樣 貴地 好像有馬來西亞人一起做的 說他們又貴地 又說這樣那樣 又說叫大家不要忘記他們 不要令到他們這幫暴徒 會冷卻了 還是這樣 他們的八卦大志 而且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很明顯 現在是冷卻了 要不要再要 當然他們有些被起訴的 或者還沒有被拘捕的 當然要法律那方面 或者要將他們承知法 止暴制亂 好老實 已經不用警察 現在很大力地去處理這幫人 已經是 他們已經開始 無聲無聲的 已經慢慢縮緊了 是吧 那這幫人 可能到最後 都沒有了什麼支援 沒有人養他們 到最後他們都要上班了 都要面對現實了 沒有錢買裝備 他們生活都要回到正常 漸漸市民就會回想民生的問題 究竟到時候 這樣才可以去想23條 會是好一點的時機 現在的經濟問題真的頗大 是啊 但是有人認為現在 趁這個亂局再去做一做 就會可以撥亂反正 有些人是這樣的想法 我是不知道 駁一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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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駁一刀 駁一刀 其實 駁一刀啊 我就覺得這樣想 如果我是香港政府 或者我是林鄭月娥 拿整個香港 真的是香港的命運 拿香港的命運整個捧上去這樣駁一刀? 好 喂 要對很多人負責的 如果再出來破壞社會的話 那 那個責任誰擔當得起呢 牽涉很多人的飯碗 或者他們那個生計 可能甚至乎他們自己究竟還頂不頂得住 接下來還有一些暴徒在搞事還是怎樣 是不是 嗯 是啊 我的看法就是你立了都不會有實際的用途 就是有很多人是想 立了可以完全黑暴不搞事那些 就是有些人就說 哎呀不是用來針對黃絲的立23條 那是針對什麼? 我問你是針對什麼? 整件事 就是 就是 我認為就是你針對一些勾結外國勢力的人 那黃絲有一部分的人是勾結外國勢力的 那你說不是針對黃絲 那是針對什麼? 整件事 整個立法是針對什麼人 就是 也都不是純粹針對黃絲 我都說 就是其實 因為你如果是嚴格來說 你說 你說 就是有些人還是扭曲我的話 因為不是我說林鄭是最大的黃絲 有些人是說林鄭是最大的黃絲 大黃絲林鄭月娥 雖然中央305新說了林鄭是沒有問題的 都有人說 那究竟 中央說沒有問題的 有人說 中央也是有問題的 林鄭也是有問題的 那那些人是不是 顛覆國家政權呢? 這些是要問的問題來的 現實上是要問的問題來的 是不是? 這個邏輯性在哪裡? 你說說 立法三條 立法三條好像一個 就是一個口號 純粹一個口號 實際上 他們當了先丹一樣 就是一成 他們跟五大訴求是沒有分別的 我覺得 你究竟那個內涵是什麼? 沒有人管的 究竟 你好像老去你這樣說 先丹一樣 喂 另外一邊又不是覺得 我有五大訴求 我爭取到 整個社會就會變好 那現在 對抗這件事 有人就提了二十三條出來 那其實是 怎麼說 本質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告訴你 有一個人出來跟你說 你有二十三條 就完全沒有東西的了 那有些人是信了 覺得 二十三條可以 立了就可以止暴制亂 實際上可以嗎? 還有 整個二十三條的內容 究竟是怎樣呢? 究竟有細節是怎樣呢? 老實說 裡面包含好多東西 可以再說 等於逃犯修訂條例 之後都可以有一些 附件一 附件多少 來補充 究竟什麼情況下 又怎麼用 怎麼用 這麼簡單的嗎? 是嗎? 只是爭爭 整個二十三條裡面 究竟的內容 究竟是怎樣呢? 我想那段時間 社會的動蕩不安 去到怎樣呢? 我想真是都 我不知道 其實最重要我覺得 現在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搞好病毒 第二就是搞經濟 其他的事情 我是一點都不想來 就是我很認真地說 人家看這些東西出來 有未到說不理 即是未是最緊要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在處理整個 香港的經濟大環境的問題的時候 那幫黑暴已經是消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你現在還推 如果那幫黑暴或者這個 還可以搞的話 岑子傑那些一定不會放過 已經出來搞什麼遊行 要政府回應什麼五大訴求 還是怎樣的 他們那幫人都不動 都不動 按兵不動 不動 證明這件事都是沒有價值 如果有些人還當著說 用二十三條來什麼止暴制裂 或者什麼令黑暴的問題沒有了還是怎樣的呢? 反而變相我覺得很大機會 送了子彈給他們 我們這一節都說了 大子彈 還要是很大顆子彈 因為 震恨彈 其實是 因為現在你看看他們那幫人 有零星的活動 但是零星的活動 是你無論立什麼法他們都會搞的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大家都看到的了 其實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中火那些已經是 去到是終身監禁的 都不怕的了 那二十三條 那又會怕什麼呢? 轉一轉 那些字眼又再講過了 可能講一下反話就好 還是怎樣都好 是不是? 什麼人有事 這些已經可以是 他們很快就扭一扭 我們今節都講了差不多25分鐘了 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繼續和大家探討 這二十三條問題 好嗎? 今節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